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谈判书房 今天这一集我想跟各位谈的是 求职的时候如何提出我的要求 当然最主要的要求你有很多了 我再讲一个case 讲case最近刚好收到一封信 一个同学就问了一个case 问了case就谈到说 他是说他刚好被一家猎头公司看上 把他介绍到另外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就有一个主管 打电话来跟他interview 那大家跟他在interview的时候 主要就是跟他在聊 然后是想派他到海外 担任他们公司的海外代表 那我这个学生表示很有兴趣 班海外代表很有兴趣 所以他马上就很兴奋的问说 那海外的居留权你要帮我搬呢 那结果讲完之后呢 对方的反应冷淡 翻冷淡也没 后来谈完以后就过了二十几天 仍然没有什么下吻啊 就搞得这位学生就蛮紧张的 就写信问我 问说他在跟老板谈判的时候出牌呢 是不是出错了牌 那么他说他也看了我的书 因为我的书上曾经有讲多跳槽的例子 我在书上讲说你要跳槽 你要想你要真的是 跳槽的目的是真的要是进入这家新公司呢 还是想只是想离开旧公司 如果你真的是想进入这家新公司 那是一种考量 可能他的待遇啊 他的发展啊 他的商业模式啊 你都很喜欢 如果你只是想离开旧公司 你想赶快闪人 那至于挑到哪一家 待遇怎么样 他的什么产业 什么性质 你并不重要 并不在乎 那你可能就有很多的选择了 进入到A公司 B公司 新公司都可以嘛 你到底是哪一个 哪一个 后来这位同学跟我讲说 他也拿着两个问题问自己啊 后来发现他都不是 你知道吗 他都不是 就是他也不是想离开 这么想离开旧公司 也不是那么想进入新公司 他想做的就是那家新公司的海外代表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他跳到新公司 不是海外代表 仍然留在本地做事的话呢 他还不如不走 他是这个意思 所以因为他太在乎海外代表了 所以他赶快就先提出来说 那海外的居留权你要帮我办呢 他问我说 这个出牌是不是出错了 我是跟他讲 对 我说啊 你啊 出牌是你打的是 你认为可能最重要的事情 但我先不讲说 这事情是不是最重要啊 但我告诉你 你这牌当然是出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interview的时候 假如我今天还有一个新人 就很在乎的是 我还有的这个新的工作伙伴 他能对我们公司有什么贡献 他对我公司有没有兴趣 就是他必须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他必须表示高度的兴趣 然后他必须表示他能够有所贡献 然后我才觉得我也跟得很嗨 然后我才决定嗨着他嘛 对不对 那你你你没有给对方一种感觉 说你对这个公司很有兴趣啊 那他有什么好处呢 他有什么好处 你关心的是你自己的海外的这个居留权的问题 那你不是很自私吗 是不是好 那所以在这在谈判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先讲贡献 你必须先讲说 比如说我真的对这个公司有兴趣 我在接受的interview嘛 那interview我起码上网也要看一下 对不对 我上网看一下了解这个公司 他到底做什么 他的规模 他走的路线 他的方向 他的产品 他的商业模式 然后如果我不了解 我interview的时候我要问 当我问的时候 他表示我有兴趣 那我有兴趣呢 对方才会觉得跟你聊得很来 我们讲白一点嘛 你要先让你的新东家上钩嘛 他要先喜欢你嘛 他于是有高度的这种喜欢你 他想hire你了 他想hire你 他想聘雇你 他自然会去想到海外居留权的问题嘛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 所以你讲的一个方向呢 整个是讲错了 然后呢 后来这个同学跟我讲 老师对啊 后来我发现我跟对方谈的时候啊 我什么package都没有谈啊 工资啊 待遇啊 什么我都没有谈啊 是啊 这些都没谈嘛 所以都没谈 你马上就谈到海外代表的居留权的问题 那可能你太急切了 但是你的本末倒置 没有搞清楚 没搞清楚通常来讲啊 你看假如我们今天去谈判 我们就要反过来问嘛 如果对方呢 他一开始就说 我想聘你到我们公司 帮你派到某国担任我们做的海外代表 你放心 我们会帮你办好海外的居留权 哇 你很高兴 对不对 因为你你告诉我 你就要的 你很嗨嘛 对不对 好 我问你 当你谈了居留权以后 然后假如在谈待遇啊 或什么 你晓得在谈判上 这个这个我们常说谈判谈的一点 就是我得到我最想要的了以后 这叫做目前所得超过后面可能所失 就是我已经得到了这个居留权了 你要帮我办居留权的承诺 我已经很高兴了 那我可能也很难掩饰 我喜新于色 表现在外 表现在外 那后面呢 我可能就不太在乎了 我也没有精神 我没有力气去多谈 我也不想 我可能脑筋沉浸在我派到海外代表 过那种生活很开心 那你跟我谈的待遇啊什么的 我可能想多好多好多好 我很怕一下子破局了 海外代表的梦也碎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谈判非常典型的一种例子 就是我谈到了一个高潮点 我们说谈判有个高潮点 高潮点谈到一个点就是 过去所得足以弥补 今后可能所失 就是我抓到手上东西都够了 那后面就无所谓了 那后面就无所谓了 那可能谈 可是你不晓得 那些才是影响你生活的呀 等你醒过来 等你从你的那么嗨的 那么醒过来 那小的工资啊 待遇啊 福利啊 津贴啊 甚至各种training啊 各种计划 那才是跟你生活休息相关的 那么所以我们通常就提醒各位 这些跟你相关的 你要自己争 跟你相关你要自己争 反过来 如果他们公司真的决定要害你了 他想聘雇你 他想你为他们公司效力 他自然会帮你去办海外的居留权 所以办海外的居留权这件事情 那是对他们公司有利 他会自己去办 他会自己去办 可是你 你要争取那些福利呀 等等 那是对你自己有利 你要自己去争 结果你把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你不必争 他也可能帮你办的打出来 当做第一个议题 你当然就谈错了 那同学问我说老师 现在怎么办 我告诉你 现在怎么办 很多时候怎么办 你再打电话回去 你不要怕丢脸 你再打电话回去 再打电话回去 那么你可以跟他讲说 因为你对于这个 他们公司这个商业模式 怎么你还是感到非常兴趣 所以上次interview之后 你又去上网去查 查了很多资料 然后你发现 哎呀原来他们公司布局这样子 那完全这个跟你想的一样 你很嗨 而且以你过去的经验 以你这个海外的人脉 那你觉得可以绝对 他们公司那么做出贡献 把他业绩更加拓展 然后你讲完之后呢 你然后你就你就跟他讲了 你就要讲 所以我最在打电话跟你跟你讲 这么就希望能够多谈一点 海外代表的一些工作的 一些细节啊什么的 他你拒绝他的 就是他跟你谈完之后呢 他可能觉得你太自私 可能对你冷掉了 这段时间他可能也去 interview了别人 对不对 interview了别人 结果呢 不一定别人马上就回话了 说不定别人也在考虑 说不定别人也依然 不让对方满意 对不对 所以他可能还没找到人呢 你这时候又回去 你说你真的有兴趣 真的有兴趣 哎他们很可能跟你在谈呢 更何况他跟你谈完之后 两个二十几天没反应 我跟他讲 我们只是猜 我讲错话了 得罪人了 他对我没兴趣了 其实也许不是这么回事 可能还有各种各种的可能性 你猜不出来 对不对 也许他们公司有什么别的事情在忙 也许哪个人生病了 也有什么原因 太多可能性 那你不要猜 那不猜怎么知道 他到底哪种情况呢 你打掉回去再谈嘛 其实商业谈判也好 那么还有我们就你大大小小谈判 很多我们听过太多的case 就是谈判谈谈破局了嘛 破局了 那然后我们表示非常诚恳 老美也讲过很多这种case 表示非常诚恳 然后就问他 这是破局了 这是没有成 我们觉得很沮丧 失去个为您服务的机会 但是我们想说 跟您谈判的过程 我也学到很多 那我想知道说 我们没有拿到这个标案的原因 是什么 这样我可以更做的改进 那对方可能看你很诚恳嘛 他就跟你讲说 你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对不对 那这个当然 你说说不定 你可以再报一次 越谈越高兴 你重新再提出个proposal 也有可能啊 美国人举的很多的例子 都是这样子 因为谈已经谈完了嘛 没成嘛 彼此没有戒心了嘛 对不对 他也不必防着你了嘛 因为你是输家了嘛 然后你表示很诚恳 希望他指点你 然后你又提出来一个 就要 就希望他告诉你错在哪里 他在告诉你 说不定你还有个机会 再报一次 所以我们听过太多的case 就是谈失败了 谈破局了 重新再打电话回去 然后摆不复活的例子 所以我就这样告诉同学讲说 你也不要太沮丧 你把你的想法思路 你真的要什么 重新整理一下 把我们的公司的东西 搞清楚了以后 你再打电话回去 也许这个case 还救得回来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在告诉各位 这在谈判的 我们谈的是 你说是求职的时候 跟老板提出要求的case 其实他还可以提炼出来 变成个比较general 一般的case 就是说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记得我们提出来的要求 可能是我很关切的 可是我的很关切出来 对对方来讲 他一点都没有用 他看不出来 你的关切的问题解决了 对他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帮助 然后他当然就一心栏珊 所以你关切是一回事 谈什么是另外一回事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记得我关切什么 我想要什么 还可能想错 但是我想要什么 关切什么 跟我先谈什么 这中间是不一样的概念 大家可以好好的消化一下 想想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